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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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整体设计呢 看起来有点像这个印第安部落风格啊 因为它采用的不管是石南木 红金 还是钛合金 还有各种宝石做成这个项链 包括整表的色泽呢 都有这种感觉 尤其是下面还有一个小纹 当然了 这枚万表的价格呢 最终拍下来是238万锐朗 大概相当于1898万人民币 而第三贵价的万表呢 是因为正装表啊 看起来有点平平无奇 而且它的名字呢 也比较难念啊 我们就把它简称叫RRCAL 这枚万表呢 最终拍出了210万锐朗 大概相当于1675万人民币 你问我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我就觉得是这枚万表的制表是呢 这几年确实比较红 它的作品在过去几年里 10倍 20倍 30倍的在不断的涨价 那么究竟谁在玩这些东西 谁又希望它能卖的更贵 诶 这就要考验大家的智慧 而另外一枚最终成交价在200万锐朗以上的表款呢 就是来自于FPJONE啊 这个万表品牌独立制表已经火了好几年了 这次推出的表款呢 是一个偏运动风格的表款 最大的卖点呢 有两个 第一呢 就是全坦金属的表格和链带 而机芯呢 是18K玫瑰金材质 而另外一个亮点呢 就是它的盘面 和这个刻度指标 包括指针的设计 只有在特定的光线下 你才能看清楚具体的时间是多少啊 也是给这个表主增加了一些仪式感 而它相对应的动数和月像等功能呢 则是呈现在万表的这个背透里啊 一般情况下不摘下万表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但是200万锐朗的价格也确实非常落手 已经接近1600万人民币了 这里想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这几只贵价表款 就1500万以上的哪一支是最值得买单的选项 而在百万级别呢 这次onlywatch有几枚 我个人觉得比较不错的万表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LV的这个爱因斯坦土舌头的 这枚动额万表 最终的成交价呢 是70万锐朗 大概相当于560万左右的人民币啊 这个价格呢 其实没有溢价太多啊 作为一枚onlywatch而言呢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而另外一枚呢 就是雨伯和村上龙联名的 这个MP15的onlywatch啊 这枚万表最终的成交价呢 是42万锐朗 大概相当于340万左右的人民币 个人觉得呢 前两年的这个村上龙的这个联名表款呢 其实都卖的很贵 而且非常难买 那这枚onlywatch一步到位的话 300多万 不算很贵 而宝格丽那枚Octo Finicium 就是说它用了一部分大理石材料做了这个表壳 而且链带上也做了大理石修饰的表款呢 最终的成交价呢 是19万锐朗 大概相当于150万人民币出头啊 这支表呢 相比有些品牌非常冷门的拍卖结果呢 其实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也足见这个Octo Finicium系列呢 还是有很多万表爱好者和藏家是比较喜爱的 而百万价位有两支冷门表款啊 一个是尊达的这个米老鼠啊 举着生日蛋糕的表款 当时的预估价是35到50万锐朗 但实际的成交价只有17万锐朗 135万人民币啊 这枚万表真的是让人大跌眼睛 而另外一枚呢就是泰格浩雅的双追针即时万表 这枚万表之前预估的成交价是15到30万锐朗 但实际只拍出了11万锐朗 也就是87万人民币 这枚OnlyWatch是要比泰格浩雅后续发布的量产表款的关价还要低的 当然在百万出头价位里也有一支一架非常严重的OnlyWatch 就来自于FM 我们知道这个品牌就是它之前推出的表款呢 就是这个人民币几千块啊 18000的一个表款 主打一个复古风格的造型啊 外加一个好看的这个细节设计 而这次这枚加装了永恒力的模块 预估价只有2万到3万锐朗的表款呢 却被一路炒高到13万锐朗成交 就是103万人民币啊 这个价格选这个品牌真的是需要勇气啊 也足见这个藏家对这枚万表应该是非常满意的 而在百万以下价位呢 我倒觉得今年最大漏款呢 就是宝破50群70周年的这枚OnlyWatch啊 其实整体的造型设计还有题材都不错啊 最终呢是4万5千锐朗 只有35万人民币 你要知道第一波的有些70周年的万表 包括像这个5008这种比较热门的表款 都是十几万人民币的一个存在啊 而这枚万表只要35万 买到它的人应该是简陋成功了 另外一个相对比较简陋的存在呢 就是切金的这次的OnlyWatch的万表呢 也是没有拍到一个预估价啊 只有11万锐朗约合87万人民币 我们知道切金其实有些比它做的更简单功能的万表 比如说像小黄人啊什么的 也都是几十万人民币的存在 而这枚万表只要87万人民币 确实属于简陋款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啊 切金现在的号召力没有前几年那么厉害 而如果你喜欢套装的话 今年真力十四枚彩色的真通拿的套装啊 最终的成交价是11万锐朗约合87万人民币 相当于每一枚万表20万啊 说贵嘛也确实贵 但这四枚万表的套装还是挺难得一见的 还有呢就是香奈尔的G12 一黑一白一对的表款 这次等你我拍卖成交价是6万5千瑞朗 大概相当于50万人民币出头 哎你别说这两枚万表用这个价格成交呢 我个人觉得啊不属于简陋 但也算是正常水平 接下来我们看看主流万表品牌一些有趣好玩的新款作品 首先第一枚呢是来自于蒂多 蒂多最近对于这个彩色真的是迷恋上了 除了之前的结论粉之外 这次呢在F1迈阿密大奖赛的之前呢 又推出了两枚这个渐变色的黑桃臂弯 之前李卡多曾经带了一枚蓝色盘面的臂弯呢 估计将来是会放到市面上销售的 而这次这两枚彩色的盘面 相信很多地图爱好者呢应该会更喜欢它 最大特色呢就跟小红牛车对麦阿密 占的这个彩色涂装相一致 万表的盘面也做了类似的彩色设计效果 黑色桃子表壳41毫米表径厚度呢是14.5毫米 关键是这个颜色啊夏天代真的很好看啊 如果说将来推出市面销售价格在三四万块钱的话 还真的值得你去考虑一下 而肖邦呢也在近期推出了一枚 加利福尼亚古董车拉力赛的一个限量表款 万表的原型呢是来自于肖邦经典的赛车系列万表 然后呢表径44毫米厚度13.8毫米 没有背透而且表底盖呢只做了拉丝处理 简单的一行字就是25枚的这个拉力赛的限量表款 正面呢也结合拉力赛的元素用了这个墨绿色的表圈 外加红色的内圈 红白绿三个颜色呢据说是为了致敬意大利的国旗色啊 但这个绿色是不是没有调队啊 这是一个问题 而直播呢也在最近推出了两款非常漂亮的全金链带的桂冠系列万表 都是42毫米表径三针配置力的版本 最大亮点呢一个是全18K玫瑰金的表格和链带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盘面的颜色 这个蓝色和绿色其实都非常的漂亮 42毫米表径厚度只有10毫米出头 戴在手上还是非常舒适的 而全金的链带呢分量感也不错 机芯呢来自于直播的18002317机芯 191个零件冻出54小时 全金链带版本的价格呢是将近5万瑞士法郎 而皮带版本呢要稍微便宜一些 33900瑞士法郎 与此同时呢直播还推出了一个42毫米的桂冠即时万表 这是跟这个欧洲著名的万表和珠宝经销商Vamper合作的一个表款 是限量版本限量100枚钢款 然后呢42毫米表径12毫米的厚度 机芯呢是直播的33002361机芯 动储46小时关价19400欧元 大概相当于15万人民币左右 整表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类似于三维鱼色的盘面 如果喜欢这个盘面又喜欢记事功能的话 这么一万表倒是值得你去欧洲旅游的时候仔细找找 而百年龄呢最近也面向北美市场推出了一枚 36毫米表径的超级海洋系列限量万表 主要适合小万子还有女性佩戴 这枚万表主打的配色呢就是白色和玫瑰金色 表冠单向旋转表圈的外延还有内表圈部分呢 都用了玫瑰金色和白色的映衬相呢是非常的显眼 36毫米表径12毫米出头的厚度 搭载是百年龄的凯利伯17自上链 机星38小时动手 限量200只 关价7300美金 大概相当于5万人民币出头 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两枚好看起昂贵的万表 首先第一枚呢来自于亨利木 是他们的急速者援助陀飞轮 Low空万表 在之前F1上海站蓝色主题表款的基础上 这次又在F1迈阿密站推出了一个粉色主题的表款 因为亨利木什本身就是F1车队Rping的一个赞助商 而Rping车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BWT呢 实际上最爱的就是粉色 而这次的粉色呢在万表的显示时间的盘面 包括表带上都有体现 这个粉色同样也是BWT的一个主打色 Rping车队呢有一半的时间呢 会用蓝色的涂装为主 而另一半时间就要照顾到BWT赞助商 而采用粉色涂装 万表的基本信息42.3毫米表镜 搭载的是亨利木什的811自上链机芯 表壳采用不锈钢材质动储74小时 限量20只仅在线上平台发售 价格呢大概相当人民币77万左右 今天的最后一枚万表呢来自于基家 是他们的超卓传统大师系列948型机芯万表 这枚万表呢是一个世界时表款 而在下面6点钟位置呢 有一个尺寸非常大的驼飞轮 之前在2022年时候呢 他们曾经推出过一个蓝色主题盘面的表款 而这次呢是把主题颜色换成了绿色 盘面是这枚万表最大的一个卖点 在盘面的外延呢是24个城市的世界时的标识 而在当中呢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北半球俯视的地球的一个效果 而且盘面是结合了法郎工艺 包括牛索文工艺还有7亿 每一个盘面呢是需要70多个小时才能制作完成 里边呢内填法郎 所以工时费呢在这枚万表的占比是蛮高的 表径43毫米厚度呢14.5毫米 因为这个表盘相对比较厚一些 而它搭载的机芯呢就是机家的948自上链陀飞轮机芯 洞储48小时限量20只 关价200万人民币出头 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每周新表情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这表什么的节目 每周最新的新表资讯一个都不会落下